现在是4月下旬 多伦多 很多商店啊 像这个商店 它专门有一块地方围出来卖土 带装的花园土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养花园的频道 欢迎订阅 今天我们来看看几种常见土 它到底是什么构成 说说 这种卖土的地方往往也会有比如说破的 破损的呀 或者是退货的 打开开封的 开包的 咱们这时候有机会看看它里头是什么样的 先来看看这种大包装都是peat moss 泥碳险在加拿大非常的丰富 到处都有 你看看是这样的 这种相对来说就从带装的这种土来说 它实际上不是土 它是泥碳险一种植物 相对来说它是最便宜的 这种泥碳险不建议直接使用 都是掺到土里头作为有机物增加土壤的有机物 和花园土掺在一起 而且它这个土本身呢 有比较强的酸性 这样的话呢 有的人就比如种杜鹃啊 种蓝莓啊 需要酸性土长 多人多是碱性土长就喜欢加这个来提高它的酸性 降低它的pH值 这种土呢 有个特性就是它吸水能力极强 但是呢 一旦它干了 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干透了 它就很难吸水 两个极端 而且它虽然是有机物哈 有算是有机成分 但是呢 它的营养含量极低 几乎就可以是认为它没有任何 比如说从蛋林甲来说没有任何营养 所以这两个缺点来看呢 就是很多人就不建议用它来增加加到土壤里头增加有机物 那么我是什么观点呢 如果你要是太贫瘠土壤又budget紧张的话 没有太多预算的话 这也是一个选择 看看这破的这一袋 这是木屑 这个呢 是作为帽子 是铺在花床表面来保持它的湿度 降低它水分的散湿 起到这个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有一定限度的防止杂草作用 这是不能掺到土里头用的 是盖在土表面的 看看这个牛 这就是著名的cattle manure 这是牛粪 牛粪羊粪 sheep manure 这是羊粪 大绵羊 网上有很多介绍哈 到底是牛粪好还是羊粪好 谁的粪更肥一些呢 其实都差不多 差别很小微弱 有人说如果你要是实在是选不中 是哪一种的话 就选羊粪 一说牛粪啊 就觉得这是不是太肥了 拿这个当肥料用 不是 这是土 是这个土里头掺了有一小部分的牛粪 而那个掺进去牛粪是经过发酵 充分发酵 不会伤根 不会烧根的那种 充分发酵的 加进去的 但是它主要成分是什么呀 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peat moss 泥碳险相似 再加上部分少部极少的牛粪 提醒一句啊 每个城市 每个州 每个地区 每个省 它可能每个国家 它可能这牛粪的制作方法不太一样 掺杂的东西也不一样 你像现在它掺杂的主要是有机土 我很多年以前看的这里的馋杂的就是胶泥 非常沉 非常不透气粘的 现在好多了 这就是在安省吧 就在多伦多本地吧 它也有不同的牌子 它里的馋杂成分也略有不同 而且它有的上面会写着它的弹磷甲的含量多少 0.5 以前记得哈 有一种是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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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0.5的弹磷甲 这个牛挺会拉的 还挺均匀的 这个羊粪和牛粪说了 是类似 极为类似的 根本分不出来 而且你打开以后 也根本没有味道 我掰一块下来 这有点差不多 我闻闻 好 闻了一下 就是普通泥土的清香 不是故乡的泥土 看看top soil 或者它叫garden soil 到底是top soil还是garden soil 这两次不一样的 top soil 通常是指大自然当中采集的 比如到树林里头采集的 它应该是灰色的 但是这儿的top soil 看看 跟刚才的腐质土差不多 里头沙子 粗沙子比较多 再仔细品一品 这top soil还不错 质量蛮好的 粗沙子有可能是后夹的 也可能是原来就有粗沙 再说一遍 这个沙子是粗沙 粗沙不是细沙 细沙千万不能夹在土里头 细沙是降低它排水能力的 细沙不好 太细了 要粗沙 粗沙 我从来没在多伦多没见过卖粗沙的 都是细沙 叫play sand 经过刚才的观察 这个top soil 蛮不错的 质量挺高的 它的有机物的含量也挺高的 而且沙子从它透气性 从它的粘性来说捏不住 很松散 这样的话就会非常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 不错 这个性价比很高 再来看看三合一 triple mix 这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花园土 特别是哪三项东西呢 咱们先看一眼 我摸摸 给它好好卖 感觉和刚才的compose和top soil 差不多的感觉 有一点点不一样 差不太多 三合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top soil加compost加peat moss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样东西 按照1比1的比例配合而成 那么好了 从直观的手感来看 牛粪羊粪三合一top soil 没有本质的区别 可能牛粪羊粪里头 这个粪肥含量稍微高点 觉得它肥量稍微高一点点 三合一可能更均衡一些 top soil相对贫瘠一些 但是它有机物 刚才我们看了有机物含量 还是蛮高的 而且它还有粗沙 有降低 有提高它排水性能的功能 这就是细沙 通常叫它play sam 这就是小孩那个玩的 有的人在阳台玩 有的人在院子里有沙坑 太细了 看看三合一 三块九毛九 四块钱一包 牛粪羊粪价格是一样的 三块两毛九便宜点 不是土黑 是天快黑了 这就是腐植土里头 仔细看也有粗沙 还有一个是腐烂的叶子 还有塑料袋 这就是典型的城市垃圾 每年多伦多以前往年 每年都有 就是多伦多可以有免费的腐植土 自己去拉定点的 我现在就站在这个位置 我就闻到那个免费的腐植土的味道 就是它 好 我们刚才辛辛苦苦比较了一圈 如果是我的话 量少 我就选牛粪 羊粪 因为它里头富含有机物 有机土 不是冲它那个粪去的 如果量比较大 我就去top soil 如果今天的预算用不完 我就走三合一 你看这好像卖的最快 最少 牛粪羊粪卖的比较慢 特别是羊粪 这些常见的带装土 今天就出这么多 你觉得这个信息还有点用的话 帮忙点个赞 谢谢 这是个养化原因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毛根 请把他加了一些紧品的带来